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永生不死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我 这个事实是宇宙当中的最大的秘密 接着我们看下一个 在开始捉迷生命的真相之前 我们第一个切进来的主题就是英国法则 为什么会选择英国法则当作这一个切入呢 因为在所有世间的现象 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 不管是时间或是不同的时间 或是不同的空间的这些变化里面 仔细地去归纳的话 都逃脱不了这一个英国法则 也就是说英国法则 它是遍布一切我们所能够了知的所有的现象 那这个英国法则 我们接着会说明说 这个英国法则它的内容是怎么样 以及最后会讲说 这个英国法则它跟生命的真相 它是怎么样子连贯起来的 这在我们后续的内容里面 会一步一步地跟大家报告 好 什么叫做英国法则呢 英国法则它其实比较详细 而且比较正确的名称 是叫做英元国法则 是英元国法则的 也就是说 必须要有一个主因 一个主因的存在 然后这个主因呢 它加上了许许多多的著原 著原一 著原二 著原三 许许多多的著原了以后 当这些所有的著原 全部具足圆满的时候 这个果报就会完全地显现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 所有的事情里面 都是这一个原理 它的原理很简单 但是它涵盖了一切所有的现象 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 来代表这个英国法则的 就是种子 种子 一颗种子 不管树或是花或是什么的种子 它之所以能够完全地显现出来的话 它必须有土壤 阳光 养分等等 许许多的条件 这些条件如果具足的话 这个种子它就会花芽 长大 开发结果 具足地显现出来 那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一两年前 中国大陆曾经有一则新闻 说考古学家 他在地下挖掘出了 北宋时期的莲花的种子 北宋时期莲花的种子 是距离我们现在大概一千多年前的 然后考古学家就把这个种子 把它培养 给它足够的水分 阳光等等培养 结果这个种子它竟然还是圆满地出来 长大开发结果 而且开得很漂亮 这就代表说 这个种子如果它的因缘条件不具足的话 它是一直以它种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会一直维持下去的 长达一千年 目前全世界最长的记录是两千多年 那这样子的一个种子 它就是主因 主因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要能够开花结果的绝对条件 绝对的意思就是说 有这个东西就会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完全没有 那我们俗话 世俗话里面有提到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就是这个意思 它是绝对条件 你种了譬如说 木瓜的种子的话 它长大结果了以后 绝对不会变成是毛豆 所以这个就是绝对条件 另外世俗话有讲说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鹅子会打动 它的意思就是说 龙生下来的就是龙 凤生下来就是凤 所以绝对不会错的 种子它的特性就是这样 它是绝对条件 那住原条件是什么呢 住原条件简单的来讲 它是相对条件 就是这些住原 所有的住原 它如果圆满百分之百的巨组的话 它就会圆满的开发结果出来 但是如果相对的它条件不太够 比如说水分不太够 养分不太够的话 它这种子生长长大了 到开发结果之前的过程里面 它可能中途就夭折了 那中途如果夭折的话 这果报就完全没有办法巨组显现 剩下的部分呢 就等下一次有那个因缘的时候呢 再回报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它的作用呢 有三种方式 这个我们自己就可以现前去观察的 第一种方式呢 是物质性的因果作用 这个我不想说 因为后面会一个一个的解释 第二个呢 是现世心理性的因果作用 第三个是横跨三世心理性的因果作用 总共有这三种方式 前面这两个我们都可以现观的 好 什么叫做物质性的因果作用呢 就是说这个作用 它是物质对物质之间的作用了 就是物质对物质的 那这样子物质对物质的作用的话 它比较明显 比较容易被观察到 因为只要五官正常的人 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的确是因果作用 所以只要有世俗智慧的人 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物质对物质的因果作用 那这个有什么样子的例子呢 我们看看 地球的自转公转 这个是一个物质的 万有引力的作用之下的结果 那以及下雨天 为什么会下雨呢 上面的云积极的够多 够厚了以后 重力的关系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物质性的因果作用 好 下一个撞球 这个很直接的 方向力道对了的话就进洞 没有的话就不会进 还有打棒球也是一样 对的话就前雷打 如果不对的话就三圣 或是被截杀 这很简单 打人杀人 这些都是表象上物质性的 物质对物质的作用 好 那第二个呢 是现世心理性的因果作用 这因果作用它怎么来的呢 它是从前面的物质对物质的因果作用来的 当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物质对物质的因果作用 它里面牵涉到有情众生的话 就是有情众生介入到这个物质性的因果作用的话呢 就会在这一个有情众生的心理上面呢 产生的作用 然后这个心理上面产生的作用呢 会影响它这一世 在这一世当中呢 因为前面的作用 所以影响了它 后面它的心理的作用 乃至后面的果报的现行 都是在这一世当中 那这样子的一个现世心理作用呢 我们有一个很通俗的名词 叫做现世报 现世果报就会呈现的 那这种现世报的现象呢 有一些智慧的人呢 他就会观察到 的确是这个现象的作用 好 那举个例子 刚刚我们讲的 比如说打人啊 杀人啊 等等这个 当前面的物质的作用 牵涉到这个有情众生 然后呢 这个作用呢 是负面的 就是不好的作用 不好的作用的话 它在这个有情众生的身上 就会产生这一世之后 的报酬的行为 那如果这个物质的作用 它是正面的 就是有益于这个有情众生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报恩的行为 那如果是中性的 它就是属于这种 非善非恶的这个 比如说学习弹钢琴啊 或是下棋啊 等等这样子的 一个学习的过程呢 它学习的话 也是在之后 这一生当中 它的技术会越来越好 然后它学习技术越来越好 它就会衍生出来 它会设计啊 或是说 它会适应这一个环境 因为学乖了 它就会适应这个环境 等等的 所以这是现世的心理性作用的内容 好 第三个作用呢 它是横跨三世的心理性的因果作用 横跨三世 也就是说 这个作用呢 它是在刚刚前面讲的 第二个阶段的现世报 它来不及实现 因为住眼条件不成 不够 所以在有情众生的那一世的时候呢 它来不及实现的 它就会转到下一世 乃至呢 下下一世 下下下下一世 看看什么时候这些住眼条件成熟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现观到 其实是有一些 我们直接可以知道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前世的记忆 前世的记忆 有些小孩子 他小时候的话呢 他可以记住他前一世所做的事情 所以当他一直在讲这些事情 父母觉得很奇怪去验证的时候 发现是真的 那这种情形的话呢 全世界有一千多例 实际上被验证过的个案 所以前世的记忆是存在的 那天父 天父 欧洲的天才的钢琴家 莫扎特 他两岁的时候呢 就会弹钢琴 四岁的时候呢 就会作曲 然后到六岁的时候呢 就到处寻回去开演奏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天生下来 就会这么多的呢 那就是上一世 他所遗传下来的技术 那本能 曾经在探索频道 电视的探索频道里面 有播放一只小鹿 他刚刚出生的时候 就是出生的时候掉在地上 然后呢 妈妈就用鼻子就这样推推他 然后他就开始想办法站起来 一开始站得很不稳定 但是经过几个小时的以后 他就站起来 然后呢 就可以跟着妈妈走了 这个是天生的 你如果是 人类的小孩的话 一生下来什么都不会 然后只会哇哇哭 要能够站起来走路的话 半年以后 所以这个都是过去世 所传承下来的一些本能 在这一世的时候 马上能够现行 偏财运 有些人就是偏财运好 抽奖什么的时候呢 他就是老是他种 这就是过去世的时候 他曾经有做过一些布施 个性脾气 有些人 比如说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有些小孩很怕生 有些小孩不怕生 这就很明显的差别 或是有些小孩很慷慨 有些小孩就是很吝啬 一直要抢人家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个性或是脾气 有些脾气很大 喜欢哭闹 有些就很安静 习惯呢 有些人 少数的人 他在紧张 或是在说谎的时候 眼皮会一直扎 而且扎那个还不是故意扎 你要故意扎的话 你要去控制 速度要比较慢 他那是啪啪啪啪好怪 你一看的话 怎么 那不是他故意控制的 有些人很得意的时候 他会抖腿 这个都可以实际上观察得到的 然后缘分感应 这个就是 有些人他 看到陌生人会觉得特别亲近 那个就是缘分的关系 未经许可不得意义 那是不得意义 这也算不得意义 也算不得意义 了